所以S姐 你会让小月儿 奉行你以前的那一套吗 会因为我觉得 我是我她是她 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所以她长大之后 她要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 或她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都是她自己决定 我不敢说 而且唯独做艺人不可以 做艺人绝对不行 做艺人为什么不行 因为我们是当艺人当很久了 从小在那个环境下长大 你就是下了镜头 人家也在评论你 大部分那个难听的 你都会往心里去 就好听的你也得接受 难听的你也得接受 对 那我就觉得 我不希望我的小孩 是在众目睽睽之下长大 因为她这样子很难做自己 但有的时候你也回避不了啊 因为她是大S的女儿 所以如果我没有让她出来 当艺人的话 可能人家不太记得 她长什么样子 因为她会变 是不是 小时候她会经常会变 所以我就是从她两岁以后 我就跟小飞讲说 不准再放孩子的照片上去了 因为小孩长大之后 长相会慢慢变 人家就开始不会认识她 对对对 所以我就是希望她 就是在自由自在的环境下长大 不要被她的渴望 可是你老公能控制得住吗 我老公控制不住 她只要酒一喝 一想女儿就要不发 我也不想我的女儿 然后隔天醒来怕我骂 她就没可能把她删掉 来不及人家早上截图了 人家最大的那个 第一次大战就是我老公 就是很难控制对不对 非常难控制 因为她比较性情中人 对 对 OK 现在假设呢 你们每一个人一个月 有一万块的酬劳 你们会花多少的钱 来放在护肤上面 如果是我的话 我有一万块的收入 但我没有小孩 没有老公 我大概会花八千块 在保养上面 可是我有了小孩 有了老公之后 就是所有的打扮 那些保养上面 然后剩下两千块 总得吃饭 对不对 不要吃减肥好了 对 减肥也可以 总得要孝顺父母 给爸妈妈一些钱 但如果我有了小孩 跟老公之后 大概只会花一百块 一百块 卖什么 贝比油抹一抹 就是最简单的东西 然后其他的钱 都要花在小孩子的教育 还有他们的生活 的那些安全的东西上面 天哪 好伟大的母亲 当妈妈真的没办法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人 她确实是 一个月只有一万的收入 已经算很高了 然后她家里 就有两个小孩 上游老 下游小孩 有两个小孩 这种人非常非常多 我也是两个小孩 所以花一百块 真的是已经多了 然后他们依然 也要把自己打扮漂亮 那可以买那个 有公信力的 对对对 有一个节目 有一个特别的 哎呀 就是我们美容小姐 哎呦 搞错了 又便宜又好用的东西 其实很多 很多的 没错 因为保养品它其实就是 越加越多就越贵 对对 其实你剪越剪越少的话 就是一些基本的保质的东西 看一下我们的官媒团 对于李湘 有什么样的好奇点 先从胖虎开始 公主日记 公主日记 我们常常看到 那个你带Angela出来 就是妈妈很贵妇 女儿也很贵妇 然后你刚刚 用省事的眼光 来观察每一个人 那你对于女儿的保养 或者是她的生活习惯 有什么严苛的一些规定吗 我每次看到我女儿的时候 就会很生气 因为她皮肤太好 你做你知道吗 我说为什么生出来 小朋友的皮肤都这么这么好 就她的皮肤 真的不需要保养了 就没有 唯一呢 她就是比较贪吃 所以呢 她会有一点微胖 所以我就会让她健身 比如说 小时候胖不是胖啦 对 也是这样啦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嘛 我也会开导自己啦 不用开导她 她都无所谓的 然后呢 就是会让她去打球 打高尔夫 网球 然后跳绳 乒乓球 游泳 反正就尽量让她出去运动 那她洗完作业 吃完饭 洗完澡 有需要一些保养程序吗 因为也是天气干的原因 所以呢 我会要求她抹润腹霜 和手霜 手霜是这样的 她的书包里会有一支 因为小朋友 她忘性很大 书包有一支 然后她学校的小梯子里 我会塞一个 放在学校里 护手霜 对 护手霜 因为她有时候 在学校上洗手间 出来后都会洗手 因为北京的水呢 是硬水嘛 是的 就是你越洗 皮肤越干 对 所以我洗完以后 马上就是要 来润一下 润一下 对 你们自己有没有买过 还不错价位的东西 可是用上去之后 没那么适合 之前用过一个面霜 然后那个面霜呢 就是我用在手上 就觉得还蛮润的 但糊在脸上之后 它就不渗透 你知道吗 虽然也是很贵 但是就看上去腻腻的 而且就是渗透不进去 感觉就是肤质之后 就是还会暴斗 不在一旁边 对 还会暴斗什么的 你拿的是什么 就是我非常喜欢的 一个这个樱花限定的 神仙水 可是说到神仙水 我不吸引它 就是它很好用 我觉得它有点味道 是不是 对 就有一股口水味 我总觉得我 它是那个 PITARA的那个 我就觉得有怪味 然后呢 我就跟我男朋友 就讲话 就说 你是刚刚睡过觉吗 你满脸的口水的味道 我大学的时候 我甘姐姐给我推荐了一个 可以让我美白的一个水 是 大学生买起来蛮贵的 我买了之后 我刚铺脸上 我就感觉 酒精浓度实在是太高了 是的 然后 我就特别怕遇到火 我 对 他怕我点瞧 因为我做木雕 大学时候 然后我首歌破了 我就尝试用它来消毒 可是里面也会有别的成分 它不是纯酒精 你不能用它消毒的 是吗 它其实是一种酵素 它会散发出一个 类似酒精的味道 我用过一款 就是去角质的水 然后买了的时候 因为它那个瓶身 非常的糖果 但是一打开它那个味道 你就立刻你的厕所 就会变成KTV的包厢 你就感觉你面前摆的 不是化妆水 是一瓶五粮液 你用完了之后呢 我觉得就是敏感皮会泛红 干皮会刺痛 油皮用完了之后呢 会出油变得更加严重 就是我不知道那瓶水 是给什么样的人设置的 它酒精度度非常高 拿来喝的 对 真的 它真的是五粮液本液 用来消愁的 所以湘姐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也是南方女孩 在哪里 上海的 那应该是很水嫩很水 对 我一来北京 我整天我嗓子就讲了句话 就是有时候一喘气 就感觉又要咳嗽 一下子就干了 所以你有没有什么秘籍 可以分享给我们 第一就是要 就是要多喝水了 要喝很多水 真的要喝很多水 没错 尤其是现在地暖啊 所以你就会随时 你会觉得很渴 真的 第二就是你要 真的要多吃水果 和蔬菜 一定要吃 要不然很快 你就会容易上火 你家里会放加湿器吗 当然会有 当然会有加湿器 哇 我房间是好几台加湿器 然后那个地板永远是湿的 会不会很像仙镜啊 是 迷迷雾 亲爱的 现在很多的加湿器 是看不到那个水雾的 这么高的 我又多余了 因为你知道我也是像 戴一样有一段时间 我也是家里有几台 就是那种就是那个 喷出水来的 对 喷出那个白雾的那种 然后整个 我的朋友一到我们家 也就觉得整个是物理看话 看不对 看不清楚 对 可是我一定要看到 他喷出那个水来 我才觉得有保湿的感觉 有安全感 就是他OK 他在喷水 对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看不到那个水汽的话 你家里一定要有一个湿度表 就你看到那个湿度 大概是在40以上 对 你就会很舒服 哇 原来是这样啊 对啊 因为你完全是看到那种湿漆帽 然后最后可能湿度 可能都不一定达得到